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学 第1082集 瘟姑娘 这位是梁老的义子梁毅 宝主落座之后 看着梁毅 视线落到刚才说话的女子身上 他继续说道 这是陈老的义女陈小姨 小姨是我的女人 听了宝主的话 瘟九儿皱了皱眉 陈老 是与梁老一家 同出一个院子的陈老吗 是 宝主汗手回应 还没等谁说话 陈小姨便痛哭了起来 这些年 梁老跟我的义父一般 在我如同亲生女儿看待 没想到 宝主 你一定要替梁家三兄弟做主啊 他们的家人死得这么惨 真凶伤 陈小姨看了小奴一眼 哭得更加伤心 一定是她 是她给梁老一家下的毒 宝主 这件事情 也不一定与姐姐有关 也许就是这个小奴搞的鬼 姐姐一向自卑为怀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一定是她 她不但杀了人 还想将罪名套在自己救命恩人身上 宝主 这个小奴 不得好死 夫人 请你解释一下 为何宝主送你的玉派会在我家小奴身上 大梁从一进门便盯着宝主夫人 不仅是她 就连二梁和三梁都一样 此刻 大家都看着宝主夫人 就连宝主也一样 宝主夫人拿起眼前杯子 清品了一口茶 淡然对视宝主 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她既不着急 也不伤心 话问得也没心没肺 宝主看着自己的夫人 浓密的眉头一簇 看起来是心软了 夫人 我不是不相信你 你可否解释一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我 宝主夫人 看着店中梁家三兄弟 声音低沉了些 玉派 我也不知道 是何时丢的 姐姐 一定是这个小奴 她偷了你的玉派 想要嫁祸给你 陈小仪的声音再次响起 宝主夫人视线一转 盯着陈小仪 你有何证据 陈小仪似乎没想到 她会这么问 顿时说不出话 微愣了一下 她才反应过来 看着宝主 眼泪又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宝主 我不信 姐姐她 以后 没证据的话少说 宝主夫人 打断了陈小仪的话 她冷扫了陈小仪一眼 视线落回店中 既然事情牵扯到我 我也不想让大家为难 话语刚落 宝主夫人站了起来 梁义 你将我关禁闭吧 但 在找到确切证据之前 别对任何人用刑 小奴也是人 谁天生 就比人高贵呢 丢下一句话 宝主夫人 举步走了下去 夫人 跟随她身后的小奴 看了宝主一眼 急急忙忙跟上 宝主夫人 却不理会 来到梁义跟前 停下脚步 走 将我关禁闭 梁义为难 看着宝主 宝主 梁义 我相信你的能力 将我关起来吧 我不会有怨言 夫人 宝主举步 从主座走下来 梁义 宝主夫人 沉声唤道 梁义无奈 却也希望 能秉公办事 死的不仅是 梁家三兄弟的至亲 也是这个梁家 义子的至亲 好 不等宝主说话 梁义看着宝主夫人 点点头 那就请夫人 跟我走一趟吧 宝主夫人没说话 举步往外走去 梁义回头 看着宝主 拱了拱手 请放心 事情水落之处之前 我绝对不会让夫人 受半点伤害 梁义 记住我的话 宝主夫人 停下脚步 淡漠的声音 再次响起 梁义回头 向宝主夫人的背影 拱了拱手 夫人请放心 我也不会允许 自家的人 给小奴用心的 嗯 宝主夫人汗手 继续 迈开双腿 往前走 宝主夫人 离开之后 大殿内的怒气 似乎缓和了一些 宝主垂眸 看着依旧 跪在地上的小奴 沉声问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事招来 小奴畏畏缩缩的 抬眸看了一眼 立即又低垂了脑袋 魏宝主 小人也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天刚亮 几个兄弟进来说 要再彻底 搜索我的房间 却不想 他们在我的床上 搜出了夫人的玉佩 这玉佩我知道 是夫人的 可是 她并没有给我玉佩呀 我也没有下毒 报处三位少爷 我真的没有下毒 我是被冤枉的 是谁 找到的玉佩 突然 一直静看事宜的 凤九儿 轻声问道 小奴 抬眸看着凤九儿 众人 立即 弯腰磕了磕头 凤姑娘 真的不是我 玉佩是梁义将军的 一位兄弟找到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玉佩真的是 他们在你床上 找到的吗 站在凤九儿身旁的 小樱桃 轻声问道 是 我 我亲眼看见一位兄弟 在我床上找出来的 我 凤姑娘 我没有 宝主 我没有啊 三位少爷 你们一家 平时待我不薄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宝主和梁小妹的事情 大家都清楚 如果真的是夫人 也不是不可能 一位中年女子 开口说道 凤九儿 凤九儿并不认识那位女子 今天 好像还是第一次看见 她坐在 陈小怡下面 一个位置 从他们进来 就开始目无表情 长得 也有几分严肃 凤九儿 扫了那位中年女子一眼 轻声问道 阁下室 刚回到座位的宝主 听见凤九儿问话 立即摆手 介绍道 这位是梁老的义妹 东阁夫人 凤姑娘 咱们南满宝 分了东西南北中五块 这是中阁 由我助手 东西南北各有阁主 她便是东阁阁主的夫人 凤九儿 看着东阁夫人 拱了拱手 你好 东阁夫人 你就是凤九儿 东阁夫人 看着凤九儿 微微勾了勾唇 闻名不如见面 果然是一位美人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